大家好,我是您的专业医美顾问小赵 上期视频提到的脸部抗衰要做超充刀和热马肌 那超充刀和热马肌可以同时做吗? 这两种仪器的作用和效果是如何呢? 其实超充刀和热马肌可以一起做,是不相冲突的 两者一起做比单向治疗效果更好,而且相辅相成 超充刀将能量聚焦在更深层的皮下筋膜层 产生近万个凝结点 提拉深层下垂松垮的筋膜组织,起到抗衰的提升作用 热马肌是利用电波使探头作用肌肤,传导射频能量 先加热表皮层,后加热真皮层,刺激皮肤胶原蛋白再生 使皮肤紧致,二者配合使用,点面结合 从内到外,让脸部提升效果更好 而且超充刀和热马肌一起做,还可以全方位除皱 超充刀治疗,设计化线时,要避开神经丰富的区域 层次更深更精准 热马肌可制造的区域比较广泛 大到身体,塑形,小到面部任何一个部位 超充刀不能作用的位置,比如胶嫩的眼周肌肤 热马肌可以做到 所以二者相结合,就可以达到完美的无死角的效果 在日本整个施术过程大概需要60分钟左右 施术后当时就有效果 能够看到两家肌肤收紧,会感到整体上提 肌肤细腻有光泽,重现年轻光彩 之后效果会越来越好 建议半年或一年做一次,效果最佳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想变美,记得关注我,给我点赞转发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